好的 还有在永和的德河里住着一位环保达人 他不但鼓励出名陶威一起来做环保 自己也利用了资源回收来的废弃物 做了好多好有创意又好玩的玩具 那么他同时也是个植物达人 仿佛在他的脑袋里就有一本植物的百科全书 环保达人赖武光曾经得过环保英雄的表扬 但他不把环保英雄当作一种荣耀 而是把做环保当作日常生活里最大的热情和兴趣 许多的回收物到他的手上都能够变成新的模样 重新赋予了废弃物第二个生命 像是简单的利用打动机和饮料罐 就能做成一顶美丽的帽子 做环保以外我们还是做一些资源回收 资源回收能够利用的东西我们都捡起来利用 比如说我们喝了果汁以后 果汁的这个盒子我们就拿来给它设计一下子 做成环保帽啦 很多都是利用这些要丢掉的东西捡回来 非常疼爱孙子的赖武光 有位孙子做了荡秋千和创意玩具 而自己平常最爱写书法和坐在庭院里的手工摇椅上 和妻子聊天泡茶 这样的生活让他感觉非常幸福 因为不但为环保尽了一份心力 有位心爱的家人做出了许多礼物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幸福 除了我老的本身做个摇摇椅 在那里享受以外 另外呢我还会做一些孙子的玩具啦 比如说孙子喜欢当秋千啊 就在家里当也很好 赖武光除了热爱环保也非常喜欢植物 在家门口种了许多植物的他 对每个品种的植物都如数家珍 而种植物的盆栽 当然也是资源回收来的酒瓶或铺满 他说只要在日常生活里运用一些小巧思 就能让生活更丰富也更快乐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导